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8分20秒了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婉如 在今天礼拜三刘碧荣教授时间 我们为大家同样请到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刘老师 你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老师 有关于亚投行的这个事情 昨天是所谓的创始会员国 要不要加入的所谓的deadline 一个最后的期限 那么当然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声音 包括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 跟大家所分享的 目前最新的相关的公民团体 在昨天晚上在总统府前的抗议 其实有一些零星的冲撞 而现在最新的状况是转到了陆委会 他们大概7点时候也有召开记者会 等一下我们会为您来转述最新的状况 不过目前我们看到掌握到最新的数据 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前 是有46个国家宣示加入 老师我想请你来平息一下 目前就这个情况来看 亚投行他已经势在必行了 那么最后他会有怎么样一个发展的结果 当然这个我们晓得有46个国家 大家都蛮看好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计划 那么这里面当然也代表了将来一带一路推展的商机 所以说最后什么结果呢 那当然毫无疑问的就是 他今年会如期的成立 那么但是至于我们看看他的贷款 他如果将来放款出去做投资银行 他的实际运作哪还要看后面的结果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各国都有盘算 比如像英国他想 他主要的原因就是贸易 以及跟这个做人民币的离岸的这个清算中心 那德国当然着眼于将来这个一带一路 这么多的国家的基础设施 还有基础设备可以输出的商机等等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亚投国家 你看连韩国也加入 就是日本表示他跟美国站在一起 他就不加入 日本跟美国都现在还是没有加入 不愿意加入 当然日本这点跟美国是蛮铁的 就站在一起 但是中国大陆表示说 这也不是跟你对抗 这是可以合作 美国的态度事实上也有点改变 是说可以跟现有的国际组织 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经营组织等等合作 但是这里面其实我觉得 真正代表的一个意义 就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翻转 国际经济秩序 因为过去好像美国主导的 二战之后的 比如说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经营组织等等 那么现在中国一直希望 现有的国际组织里面的发言权 能够让新兴的市场经济 新兴的经济体 或者说南方国家 穷国有更多的一个发言权 但是事实上美国跟欧洲 都一直不理这个要求 所以中国才决定说 那我自己搞一个 所以大家感到比较紧张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看着国际经济 是地缘政治 还有现在新的说法 叫地缘经济 它是经济跟政治 一个结合的一个现象 所以后面还会碰撞出 什么新的权力板块的移动 什么的 我觉得都可以看 是 其实在这些国家的加入 像是之前我们新闻报道当中 也谈到南韩加入 也要看看美国的态度 澳洲也是有一些 在国内的讨论 那昨天论会 晚上11点召开记者会说 其实台湾要递交参与 意象书 也曾经获得美国的关系 所以老师 台湾在最后一刻 我们昨天递交了 这样子的一个表态意象书 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角力是不是在里面 我们所没看到的 对 这一定是这样的 美国当然希望 大家都不要去了 美国希望大家都不要去 可是你看连英国都去了 韩国也去了 澳洲也去了 连日本国内的政党都说要参加 应该要参加 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 就是以跟美国关系的亲密性来讲 他们的这个国家更亲密 我是这样觉得 那其实我们当然不是说 我们当然非常重视跟美国的关系 但是我们当然也表示说 在这个整个经济情势开始翻转的时候 就是我们过去他以西方的 西方的这个角度来思考的国际政治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到 以我们本位的主义来思考一下国际政治 所以从这个来讲 我觉得是沟通 沟通之后 我想我们来加入 我觉得我个人是很赞成 说如果都能够很平等的情况下 加入亚投行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个动作 老师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个层面有所不同 就是说台湾应该当然是寻求加入 是对台湾的提升这个国际能见度 或者是展现经贸实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舞台 但是呢 如果这个层次是我们来探讨的话 比如说到底要不要成为创始会员国 这有差异吗 当然 因为所有的游戏规则 什么都是创始会员国 它可以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 所以我们后面如果要加入的话 以后再加入 那根本你就比人家矮一层了 你连那个发言的权力都少了 是 那么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加入 台湾的问题像最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内部的困境 内部的困境 内部困境就是有些人就是 比如说像美女党 我看新闻本来他们也都觉得赞成 后来发现好像也就是蔡英文态度改变了 说比招符毛 也说不赞成 那么那么又好像有什么反黑箱 那没什么黑箱 那就是表示我们觉得 我们加入 当然要看看他们的条件 到底我们是 只是表示异象而已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每一次国内每次一碰到跟大陆的问题 然后就有非常有人是 立即的这种反应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外交政策 和大陆政策都很难夸出一步 这是我们目前所造的最沮丧的 是我们上今天的一些报道陆续出来 就说绿营里面不断出现卖台的声音 台湾加入亚投行是卖台吗 当然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号 但民进党方面说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这是重大的事情 需要完整专业的评估 民主讨论跟国会监督 公开透明审慎应对 所以老师我们都已经在最后截止期限了 这个专业评估民主讨论 有点来不及了 是按照台湾这种情绪来讲 所有东西如果都是这样讨论 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 我就觉得说如果将来真的 就是我们加入什么国际组织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签订一个什么样的约 那当然任何国家它的条约 什么的也进入国会通过 可是如果说比如我今天加入 加入WTO加入WHA或者我任何的国际组织 我们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如果把事 而且外交本来就不是这样的民粹的处理的 你所有的参与国际组织全部摊出来 全国人民来讨论 我要不要参这个 要不要参那个 要不要参那个 你会发现我们根本就陷入了一段泥脑之中 我们什么都不必做 可是公民团体了解这些吗 他们当然不了解 我觉得像最高峰 很多人是凭他们的情绪来反映 凭着情绪来反映 或者他们脑筋气垫的印象来反映 很多人也是没办法讨论 这是政府下很难的 也很难做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执政党 既然在国际多数 你既然是执政党 你就要表示说我要引导 一般来讲是这样子 我们说在政治上的 就是政府有政策 你要做说明 你要引导 利益的 你要引导 那如果所有都是公民团体讨论 公民团体讨论 全部大家讨论 我们根本不要有政府 我们有民意调查中心就可以了 那我们不需要有政府 我们不需要有政策 每件事情全部都是 大家这样子七草八草的 政府就完全失能了 那很危险 除了台湾民意高涨 再怎么样 我们都会觉得说 至少要国会能够监督 国会监督这四个字抬出来 大家好像也没什么话说了 国会监督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签订什么条约 当然是要国会监督 两岸关系条例 不是也死在国会里面 你的监督条例卡在那里 所以有些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这个法案 我们当然要监督 可是外交政策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同样的 这是跟美国一样 这是行政部门的权利 你看美国现在跟伊朗在谈判 国会里面 共和党反对反对反对 然后共和党甚至 是几个参议员联名 写信给伊朗的领导人说 如果达到什么协议 我们共和党将来上来 又把它翻掉 欧巴马就非常生气 这是我行政部门的权利 行政部门的权利 那照你们这样做 那我是白宫 我做什么呢 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有些东西 不只是国会失能 我们是民粹高张 街头民主的情况下 我们根本没办法 如果真的这样子 我们政府就根本解散算了 根本没办法做了 好 这个的确在台湾 我们目前特别是 今天新闻后续的发展 会谈到民意的这个高涨 到底下一步亚投行 该怎么处理 当然这个意向是 我们是已经递交出去了 后续会怎么样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了 好 那老师您刚刚谈到伊朗 其实历经12年的僵局 伊朗跟五个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德国的和子献和谈判 在原本时间是 这个31号 3月底就要到期 但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些 的问题要解决 所以延长一天 这个到4月1号 当地时间4月1号 才会最后截止 所以老师 这个现在的一个 后续发展 你怎么看呢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这样看好 因为它是 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应该蛮有机会 蛮有机会 但是3月31号 期限怎么来的呢 那就是三个月以前 他们自己定的 就定了说 因为过去本来 有一个暂时性的协议 暂时性的协议呢 那么在6月底 就到期了 到期现在必须要谈成 一个正式的 一个长久的 一个议和问题的协议 那正式的协议呢 所以大家一直想谈 就没谈成 三个月以前呢 大家就说这样子 我们就是3月31号以前呢 我们是不是能打出 一个政治的框架 然后最后的协议呢 在6月30号达成 那换句3月31号是 没有人给的 是自己定的 自己定的期限就可以 理论上就可以延长 理论上就是 自己定的期限呢 看看测试双方的一个政治意愿 就是你到底有多强的意愿 或多强的动机 最后达成一个最后的一个协议啊 那么 结果当然你晓得 如果说美国真的跟伊朗和解的话 在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上 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啊 是 那么比如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 比如说经济上呢 那美国解除制裁的话 伊朗的油会马上进入到市场 市场的油价会一路下跌到20块美元 是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什叶派的 伊朗的什叶派的势力 在中东有个扩张 逊尼派又感到非常紧张啊 所以你看不管以色列啊 杀吴迪啦 后美国国会 共和党的这个 也都比 都是比较紧张 或者有焦虑啊 或者反对啊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 如果说里边三大政党的协议 目前根据设计 这也是一个框架 所以它不会设计到 很多的细节问题 它只是让这个谈判 有新的动能 因为如果你在这里 就谈到细节问题 然后最后谈到最后的 起草案的这个协议的时候呢 你老早在这个中间 三月就三月底 到六月底的 这三个月之间 这个协议就被各个国会 反对势力把它干掉了 所以他们想为了 让内部都能够交代 所以根据设计 那么就算你礼拜三达成 那也只是一个框架的 一个协议 然后大家心里有数 然后各自回去说服 各自内部的强硬派 然后看看能不能够转出 更具体的文字 在六月三十号 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其实后续来看 伊朗它遵守这个协议的机会 还蛮大的咯 对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 因为美国发现 它经济制裁是有效的 现在有效的 伊朗当然很希望能够 一直念之在之的 去解除经济制裁 所以伊朗内部的真正的关键 其实就是伊朗的 这个宗教领袖 哈美尼 他到底能不愿意 能够接受 他内部的强硬派 共和卫队 什么 他们的军事领袖 能不能接受这个协议 那到时伊朗那边讲说 我这边是OK的 你美国内部的问题比较大 而且站在欧巴马的角度 这是他在外交领域上 留下重要攻击的好机会 是欧巴马就把这次跟伊朗关系的一个 如果能改善的话呢 他就比较是当年1972年 尼克森去签订上海公报一样 就是一个反共的总统 他跟中共就敲开了中共的大门 而一个美国跟伊朗 你看几十年的这个关系的冷 这个冷冻 然后能够敲开伊朗的大门 他觉得这是外交上一个 可以落下欧巴马印记的一个遗产 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一次 但是当然就我们的角度来看 如果他能够缓和当然好 可是中东的秩序会因此整个重现 这个后面是比较大的一个工程 老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老师我们继续来请教 就是阿拉伯联盟峰会各国 决定要组成一个联合部队 这个新闻其实我们也关注很久了 我想请老师告诉我们 这个构想其实原先是由谁来主导的 那为什么要组成这个联合部队 对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当伊朗的势力扩张以后 阿拉伯你看中东 就是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 就土耳其 那波斯人势力起来 阿拉伯人这边紧张 阿拉伯人紧张 所以他说我必须组成一个联合部队 这时候埃及总统赛西 他整个组织 然后这种海湾国家 这些逊尼派的世俗的 这个国家的 我们组成一个联合部队 联合部队基本上是对抗两个 一个就是对抗伊朗势力的一个扩张 伊朗支持谁呢 目前最夯的就是叶门 叶门的这个胡提武装部队 就是清联运动党 那么所以伊朗 伊朗它支持 叶门北方的这个叛军清联运动党 所以沙烏地才会领得 一批一批的联军 去轰炸这个清联运动党 那么埃及也说 对 这样的事实上 我们干脆我们这个 这个逊尼派的世俗 我们组织阿拉伯联合部队 往北可以对抗IS 往南可以对抗这个 这些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 另外呢就告诉我们走自己的路 就是我们阿拉伯人 如果说你美国人跟波斯人走得近的话 那我们阿拉伯人为了恢复我自己的权益 那我是不是我该我自己相调我走的路 所以最近看起来就是美国现在发现 沙烏地慢慢走这一路 所以美国就拉着埃及 所以美国也开始恢复援助埃及 因为你沙烏地跟埃及是两个巨头 那都是我们讲的世俗派的 是逊尼的 那今天的这个沙烏地有些做法 不见得对 沙烏地美国不满意 因为美国跟伊朗对于说不太满意 美国说一方面要安抚沙烏地 一方面他军事上他要拉住这个埃及 所以这个也是重新重建中东一个权力平衡的一个做法 是 好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里面 为您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跟大家来结束一下 像亚投行 像五常加一的这个列强跟伊朗的核武谈判 另外呢 包括了阿拉伯市要成立这个联合部队的这些重要的国际要文 我们都为您深入的讨论 老师 谢谢您跟我们大家的分享 谢谢 谢谢